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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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物色一名特工 冒充张立亭留在大陆的儿子郑乔 设法与张立亭相认 并取得她的信任 慢慢地 慢慢地 慢慢地接过九十三师的指挥权 为实施这项计划 军事情报局查阅了大量的材料 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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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你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 其一 你与郑立亭留在大陆的儿子郑乔 为同龄人 而且面貌相似 其二 你的父母与郑立亭是同乡 在语言交流上又没有什么障碍 所以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背景材料 诸如郑立亭的个人嗜好 家庭情况 以及她家乡现在的有关状况 从现在起 你用一个礼拜的时间熟读这些材料 记住 你的名字不再叫王火生 而是叫郑立亭在大陆的儿子郑乔 是 师祖 虽说 我是台湾派来的特工 也确实富有篡夺九十三师军权的使命 但是 我来到金三角近一年多了 我从您的身上 从金永良身上 从李源身上和许多弟兄们的身上 受到了启示 也受到了教育 这使我分清了邪恶 是你们唤醒了我人性的良知 也使我渐渐地下定决心 背叛台湾军事情报局 放弃执行他们罪恶的计划 郑乔啊 不 王 王火生 王火生 你的这种转变 我都看在眼里了 幸亏你有这种转变呢 才没有断送你年轻的前途啊 你都清楚地看到了吧 在金三角 在我们九十三师 国民党当局是多么不得人心呢 是的 您说得很对 但是 我到金三角来的目的和转变 还有另一层的原因 我的身父也是随国军流入金三角的一个老兵 他的名字叫王荣 所以你是王荣的儿子 是 你是为了寻找父亲的归宿而来的 而且我知道 您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战友 我 我只是怕您识破我的身份 所以一直没有在您的面前提起这件事 这真是天意 天意呀 不过 你父亲悲惨的结局 你也是应该知道的 九十三师当年 被国民党抛弃的时候 他就染上了毒瘾 他不得已才投靠大毒肖昆沙 最后是惨死在 反毒的战争当中了 我去看他的时候 就只看见他的遗体 还有别人专给我的遗验 我父亲有一眼 在他延期之前 仅仅只能对别人说 希望他的儿子 能够了解他因毒品而死的真相 我带回他的遗骸 把他葬在 就是三师老兵公墓了 师祖 您失去了您的亲生儿子 我失去了我的亲生父亲 您就把我当作您的亲生儿子 我保护您脱险 让我伺候您一辈子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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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爷儿俩 一定要脱险 带上您父亲的遗骸 回到大陆故土去 方小姐 其实我黄某的要求 也正是方小姐来金三角的目的 台湾当局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他们都在密切的注视着金三角的动态 郑立亭也许让他们失望了 可我黄某 一刻也没有忘记党国的大业 方小姐在我家也住了快一年了吧 我没有拿你当外人 所以你应该看的是很明白的吧 这不假 我早就知道九十三师中是三派对立 而你是新属台老国父的 这恰恰就是我要保护方小姐和方小姐今天谈话的基础 但是你能相信你有能力控制对台岛国府极为不满的九十三师吗 方小姐 你的意思我明白 在九十三师中 我的微信是远不如郑立亭 若能利用方小姐的特殊身份 为黄某和国府之间搭个桥呢 你就不需此行了 可以考虑 但有个条件 请讲 我相信我一定会满足方小姐的要求 好 兵便是要流血的 郑立亭我不管 但必须保证郑桥的安全 可他们是父子啊 黄团长 这就无需再问了 三宝 立即命令电台 按方小姐提供的呼号 全力以赴 同台湾取得联系 原国军九十三师二旗九团团长黄书奎将军 在师长郑立亭 对党国大业失去信心 准备叛逃大陆之际 毅然发动兵变 维护了部队的团结和统一 现于黄树奎将军的特殊贡献 此赴以承报国防部 先特任命 黄树奎将军为九十三师的新任师长 望全军将士拥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 国防部电令 金三角原国军九十三师二旗九团黄书奎将军 在师长郑立亭 对党国大业失去信心 准备叛逃大陆之际 毅然发动兵界 维护了部队的团结和统一 鉴于黄书奎将军的杰出贡献 国防部特任命 黄书奎将军 为金三角国军九十三师代师长 望全体将士拥戴 国防部刻此电令 正式行文将即日派专人送达 李廷兄 看在你我多年兄弟的情分上 请您交出九十三师的军印 号召全师的弟兄拥戴国防部的决定 你以为你手中那份电文值几个钱 黄书奎 我看在我们多年共事的情分上 我警告你 不要历令置婚 既害了你自己 也害了九十三师 等等 请正乔公子留步 你要干什么 李廷兄 别把我黄某想得那么无情无义 我只是有些事情呢 想和令公子单独的谈谈 好 爸 您放心吧 天塌不下来 好了 正乔老弟 我们是不是能静静地谈一谈呢 可以 好 据我所知 这个地方和上面 是你的父亲喜欢谈正事的地方 今天 我们也效仿效仿吧 黄团长是不是在谈正事之前 总有先聊天的习惯 好 咱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在这次的事变中 有一个人 非常关注正老弟的安慰 而我 又不得不慎重地考虑他的要求 谁啊 我的干女儿 方玄 我早就知道他对老弟 情深以后 我和他干妈 原本早就打算去向你父亲提亲 可谁知道 倒先弄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黄团长 你找我单独谈谈是不是就为了这件事 我的考虑是 再次承报国府国防部 任命老弟为金三角国君九十三师傅师长 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 让方玄的干妈去向你父亲提亲 你看 咱们都成了一家人了 九十三师的什么事 就都好办多了 黄团长 很抱歉 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还是让我回到我父亲那边去吧 是 旺卡山官娘 阿姬马到 团长 你们来得正好 今天晚上我团八七总工 你们就看我怎么收拾黄树魁 郭维州这两个老贼 旅团长 我们客亲族自卫队就驻扎在 离你们两公里远的地方 你不介意吧 哪里发 都是自家人吧 除了郭维州黄树魁发动兵变的情况 郑市长和郑桥的下落都清楚了吗 都被黄树魁软禁了 据警察宾报告说 就连郭维州和司马五盟 也被黄树魁控制住了 郭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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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残座 怎么连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皇兄 皇兄 你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看你这玩的是什么把戏吗 国兄啊国兄 人称你是一只老狐狸 可你在我老黄的眼里 实实在在 就是一只桃猪 俗话说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可我老黄说的是 老狼抓鸡老虎在后 你说我玩的什么把戏 你死到临头了 你还不明白 皇兄 皇兄啊 兄弟我 这次铤而走险 发动兵舰 这完全是郑里廷的老头子给逼的 皇兄 我我不是向你表示过吗 我真是无意然指九十三师 这颗大印啊 啊 皇兄 你的目的达到了 郭某我 算是服了你了 你就看在 这 这 多年的 这情分上 你别难为我了 啊 你只要放我出去 我马上离开美斯乐 不 我离开金三角 我到海外去 做一个 御工 这里的一切 全是你的 这完全都是你的 啊 怎么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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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必保证和各攻击部队的联系 是 你们这一打 郑乔和郑伯伯不就太危险了吗 我们就是不打 皇叔回郭威舟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不管怎么说 你们也不能打 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黄叔回郭威舟 不就是想要那颗军印吗 我现在就回美斯乐镇 去找郑乔和郑伯伯 劝他们交出那颗军印 郑伯伯打打杀杀一辈子 那颗军印又给他带来了什么 现在连他亲生的儿子都陷入虎口中了 李渊小姐 我绝不会让你去闯美斯乐镇的 那儿到处是叛军 何况 顾伟伯对你还 好了 这个我早就领教过了 反正我这条命也是郑乔给的 现在他有了危险 我一定得和他在一起 绿团长 李渊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正得想办法确保郑市长和郑乔的安全 我也劝你暂时放弃今晚的总工 我理解构队师座和郑乔的情谊 我追随师座多年 同郑乔情统兄弟 我何不心机如焚呢 我只是在考虑 黄乔回郭卫州 刚刚发动兵变 人心不稳 大大可措手不及 迅速瓦解叛军 一旦等他们占我了脚跟 石座和郑乔就更危险了 快来 黄乔 走 你这刀打倒 你怎么不敢动 走 我告诉你 闭上你的臭嘴 快走 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 你司马爷爷身上的伤疤 比你小子身上的寒毛还要多 你还以为你可以随便枪杀我们自己当兵的 那报应到了 要不是我们团座想让你说服说服 我一枪崩了你 带走 走 郭许文 你我都是同宗同乡 就让兄弟我 用老祖宗们发明的方式送你上路 黄兄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和你当面谈谈 当面谈谈 黄兄 我和你当面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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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 黄书葵 开门啊 黄书葵 黄书葵 放我出去 你这个老王杂毛 你放我出去啊 放我出去 黄书葵 你这个老王八蛋啊 我看先这样吧 今晚先不忙于总工 我先独自闯一闯美斯勒镇 看能不能智取救出郑市长和郑桥 如果明天天亮前我没能回来 李团长 你再下总攻击令吧 我 官娘 有些事我对不起郑乔 你就给我这次机会吧 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是好兄弟 好吧 就先这样计划 李团长 请你提供一张 郑市长住宅的建筑结构图 左三毛 够 继续取办 是 郭台湖 到 命令各营 今晚的作战计划暂时取消 但不要离开阵地 继续合围美斯勒镇 第二 命令抛兵连做好准备 一旦默乎武大头人潜入美斯勒镇 今晚就以抛击的方式打乱黄书葵的方寸 配合默乎武大头人的行动 第三 派出他们代表 好 在天黑前务必缠住黄书葵 吴蒙兄 少安勿躁 少安勿躁嘛 黄书葵 有种的你就出来啊 你不要只敢躲在暗处干坏事 你敢出来 敢出来 见你的司马爷爷吗 你 黄书葵 你给我出来 你这个挨千刀的出来啊 你给我出来黄书葵 有种的你出来啊 吴蒙兄 你我兄弟相交这么多年 这回我得好好伺候伺候你 不过我们的郭参座正等着我送他一程呢 你就耐心的等等啊 吹 吹 你这个早该挨枪子的东西 要不是参座拦着 你司马爷爷早就把你大卸八块了 你就别白费劲了 你的那口棺材早在地上生了根 你不服劲了 你把他修辑的东西 把个人的脚翻出来 你不服劲了 他说快点 我怎么没办法 你不服劲了 他说快点 他说快点 我都不服劲了 他说快点 我确定 他说不服劲了 你怎么说 这是我 我亲自 黄师座 黄师座请你老人家上路了 黄师座 黄师座 是的 原来的黄团座就是现在的黄师座 都给我滚 滚 都死到临头了 也不知道说几句好话 还神气个啥呀 走 想让我我都承认了 态云 杖把队料演一样 优贼 慢慢闹散 我不服 我不服啊 小贼 我就知道你在偷看你司马爷爷 来点痛快的 尽点孝心 十八年后 老子还是好汉一条 送他进阴曹地府 我正在城楼 观山景 耳听的城外乱纷纷 惊奇 门门 你们干什么 你们给我出去 出去 干什么 保湿点 保湿点 干什么 阿姨 这 黄树葵 你这个王八蛋 你好狠毒啊 你不得好死 保湿点 你不 我狠毒 我狠毒 你不得好死 你不痛恙 我不痛恙 你不动恙 小东西 宝贝 我还不老啊 宝贝 阿云 是在为洪武担心了吗 万娘 你不也正在为正乔参谋长担心吗 阿云 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 不要再叫我官娘 你要相信洪武能为我们客亲山寨当好家 不 你永远是我的官娘 永远是我们客亲族的官娘 官娘 我这么说 你不高兴吗 阿云 我有时候挺羡慕你和洪武的 可是我和郑乔 今生今世 怕是没有什么缘分了 好姐姐 你可不能失去信心啊 以为她付出这么多 应该得到她的回报 我已经知道我们的结果 从李渊小姐的眼睛里 不过 洪武倒是挺恼正乔的 不过 洪武倒是挺恼正乔的 她太赋予姐姐的一片苦心了 她这次自告奋勇地去救正乔父子 完全是为了安慰姐姐你啊 他们父子是好人 我们值得为他们做些牺牲的 好姐姐 你太善良了 我太善良了 华总 孟卡山的头人莫洪武 已经安全地潜入美斯勒阵内 我派去限定黄初回 停止兵变的代表回来了 还没有消息 命令炮兵连 做好天黑后 炮击士不大元的准备 你跟他们讲明 这只是一丝危险性的炮击 不准击毁任何建筑物 是 你回去转告吕英天团长 郑力廷在我手上 我绝不会难为她 但她必须交出九十三师的师长大印 俗话说 风水轮流转 她已经老了 暗资排辈 也该轮到我黄某人了 我也只好按黄团长的原话 恢复吕团长了 吕团长 吕团长 吕团长呢 团长刚刚睡下 阿云有事吗 吕团长 吕团长 红武都摸进阵子好久了 你们怎么还不开炮啊 我说我们着急 原来还有比我们更着急的呢 好了 是该叫醒叫醒 王淑葵这个老贼了 祖三谋 到 你那炮兵准备开炮 是 喂 炮兵点 我是船部 快 快 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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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